第一個這個是從俄乌戰爭 美國俄國的較量 然後連結到核武 連結到中共連結到臺灣 那麼這一系列的課題 我們先首先看一下 這個所謂華爾街日報 他講的是說 美國拜登說 美國不出兵 美軍跟俄軍不會在烏克蘭交戰 我說美國不出兵 但是介入 美國是這個出力不出兵 那美國那個 就是中共把這個出兵跟介入 沒有分清楚 美國這一次是實質介入了 但是他沒有出動正規部隊 那這種打法呢 就是說我們說美國在幕後控盤一樣 比如說烏克蘭旁邊有很多北約國家 這些北約國家都有美國的軍事基地 在那邊做偵測 那飛機一會上來的話 整個烏克蘭都被掃描在裡面 所以然後這個二軍的動向情報 直接給烏克蘭前線 所以烏克蘭的小部隊 就可以拿著武器做精準打擊 你就看到烏克蘭好像很有戰果 我是這樣來的嘛 所以美國給情報給通訊給資金給武器 美國還幹什麼 那個退役的特種兵去當教練 叫他怎麼使用美國武器 然後出自願兵出僱傭兵 然後現在更妙了 美國不出兵 英國出兵可以吧 你剛喊那個英國的東西 美國自己不出兵讓英國出兵可以吧 重型武器進去 還有美國為什麼不讓米格機移交給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在戰爭發生之前 它的飛機一百架 到三月初的時候只剩五十幾架 對啊 然後現在可能只剩二十幾架 被打了 因為什麼 因為烏克蘭的飛機在俄羅斯的飛彈射程範圍內 所以那個米格機上去的話沒用 然後如果俄國的戰鬥機進來的話 美國把它幹掉了 美國不是給烏克蘭很多打飛機的武器嗎 所以引誘俄國的戰鬥機進來把它幹掉 這個也不錯啊 對不對 然後就是說如果要對俄國做出這個 就是俄國不是真的有空中優勢 它一進來的話會被幹掉 然後烏克蘭自己的飛機不要去給 為那個俄國的火力 那在俄國的射擊範圍內 是這個原因 所以美國用另外的辦法去維持 烏克蘭的空中優勢 而不要那個直接明白的說 我給你什麼米格飛機 那個米格飛機也是被幹掉的 是這樣講 所以我說美國實質介入 但是不正面出兵 這一點給中共另外的解釋 中共說原來美國不敢跟核子武器 大國正面開戰 這個給他啟花 所以呢 這個研究大陸衛星圖像的分析家說 大中國在西部 有一百多個儀式飛彈的發射井 正在加快興建 那這些發射井說不定可以帶 譬如說高超音速飛彈 那就可能打到美國領土 那這個問題就是核武的問題就進來了 其實中共本來就打算搞核武 對 然後呢 這個對美國進行核威懾 這個問題很嚴重 第一個 有幾件事你做不得的 美國人真的跟你拼的 第一個你在石油交易去美元化 這個美國決定跟你跳起來跟你幹的了 然後中共已經做了這件事 第二件事情對美國進行核威脅 這個絕對美國絕對不換過你 你放心不管哪一個 兩件不能惹美國的事他都惹了都做了 不管美國哪一個黨執政 你只要敢對美國發動核威脅 絕對不放一刷 然後呢 美國還講嘛 我們能不能把核子武器交給恐怖分子集團來用 就絕對不行嘛 當然不行啊 可是中共叫做恐怖集團啊 中共也受到跨國犯罪集團啊 所以現在問題是出來這樣 第一個我們講核子武器有一個重要的原理 就是他保證相互毀滅 你打我我打你我們大家一起毀滅 所以那個不能用 可是呢 我又要用核子武器來威脅你震懾你 所以他這裡產生一個很微妙的東西 一個不能真的用的武器 我要拿來恐嚇你震懾你 這個有內在的邏輯矛盾 當初研究這個問題的人 後來就是在聯合國主導 把中華民國排除聯合國的那個人 叫做紀辛吉 他博士學位 哈佛博士學位拿到以後 第一本著作就是他的成名著 書名叫做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 就是在核子武器問世之後 怎麼樣使用核子武器這一點 這一點然後他得到一個重要結論 叫做這是心理戰的武器 就是我怎麼樣不真的使用的情況下 讓你相信我會真的使用 你才會被我嚇到嘛 所以這是第一個 然後中共把這個東西要用來什麼 他說 中共現在的核子彈頭要擴充十倍 十倍 他現在大概兩百七十顆左右 不是兩百多顆不到三百顆 擴充十倍的話 可能到兩千七百顆 那我說這個是錯誤的邏輯 笑話為什麼 現在美國跟俄國都七千顆以上 你中共都沒有把人家放在眼裡 整天對美國叫板 然後你變成兩千七百顆 你別人就尊重你了嗎 這不是很好笑嗎 兩千七百顆對七千顆 你人家七千顆 你都沒把沒把人家放在眼裡 那你以為擴充十倍 你變成兩千七百顆 人家就來甩你 這個邏輯不對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核彈頭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呢 接下來問題來 就是核彈頭的投射有三種方式 一個像那個美國投日本那個轟炸機去丟 這第一個 那中國的轟炸機要揮到美國本土的話 這個太太遠 第二個從陸地發射 陸地發射的話會被攔截 那第三個發射是從潛水艇發射 在海底下 那所以呢中共就經營海南島 那邊有個龍波軍港 就是他的第二核潛艦基地 因為南海是深水區 你知道青島那邊一出來的話 那個是東海黃海是潛水區 全部被看得清清楚楚 那個沒有用 所以現在中共為什麼搞南海 島礁軍事化 就是因為要建設他的第二核潛艦基地 那個基地裡面可以放20條 那個戰略核潛艦 然後一進入南海的話 深水區就被看不到對不對 但是巴士海峽過不去 所以他的方向是南海的最南端 就是印尼跟澳洲交界 那個水域穿過去 出來以後就是南太平洋 那到了南太平洋以後呢 他到了南太平洋中太平洋的話 他那個長程洲際彈道飛彈 就可以打到美國本土了 然後長程洲際彈道飛彈 上面裝六到八個小型核彈頭 那就可以攻擊美國本土 然後完成對美國的核打擊 對於核威懾這個工程 然後完成這個工程 這的話幹什麼 拿台灣 你美國介入看看 他到時候準備對美國做核威脅 所以他現在在整個經營南海 然後經營這個核打擊能力 其實最後目的是要拿台灣的 那美國不敢介入了 好那現在你現在看 他怎麼拿台灣 怎麼樣那個經營南太平洋 我們就講到所羅門 所羅門最近 那個他跟中共簽了一個叫做 軍事合作的一個草案 一個協議的草案出來 對然後現在美國呢 要來介入了 就是美國國安會的那個印太政策協調官 堪貝爾要去所羅門訪問的 因為那個草案還沒有正式簽署 對那中國可能在那邊租借一個地方 也許七十五年也許九十九年 然後會把會把它開發成軍事基地 為什麼那邊要放飛彈 長程飛彈長程飛彈 就是從那邊來攻擊美國本土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會那麼大精神幹什麼 對 所以他希望在西太平洋或南太平洋建立軍事基地 這個軍事基地呢 這個等於是讓中共的海軍 一下子推進了五千公里 那之前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中共的海軍曾經組成一家一個艦隊群 到離夏威夷比較近的那個中途島附近 去做演習 那在過去就是加州外海了 所以呢大家要瞭解第一島鏈台灣這裡破掉的話 解放軍中國的那個海軍 關島跟夏威夷是無險可守 那個海洋無險可守的 他就直奔加州外海 美國不可能接受的 對美國這個海權國家來講 他的海洋疆界才是他的那個安全疆界 所以他要守他的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是美國的國防前線 所以美國防守第一島鏈 防守台灣就是防守第一島鏈 就是防守美國自己 何況台灣還牽涉日本的國家安全 因為台灣的海域跟日本的海域是交界的 你注意烏克蘭還不涉及德國法國 因為烏克蘭在過去的話 還有東歐國家 不是馬上到德國法國 那個陸權國家的話是看領土疆界 海權國家是看海洋疆界 所以美國防守台灣 既防守日本的國家安全 也防守美國自己的國家安全 概念不一樣 但是現在中共要想辦法繞過去 所以前進南太平洋 前進所羅門 然後呢這個坎貝爾呢 現在要趕快去拜訪 要來阻止這個所謂軍事合作協議 沒錯 這樣子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出來 這個所羅門群島 如果讓中共建設成海軍基地的話 那那邊就是屯放 長城洲際彈道飛彈 上面可以裝小型核彈頭 射程達到美國本土 是這樣來 一旦完成這些工程 所以難怪美國這麼在意這件事情 對美國要處理嘛 所以美國馬上派那個高官要去處理這個事情嘛 所以你可以想像 真正要緊的事情 逃不過美國的花眼 你真的要搞大的話 美國馬上出手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中共搞核子武器的話 對他恐怕不是什麼好消息